近年你會發覺身邊多了有些朋友 經常會有很重要的痛症 周身的手、腳、尤其是手臂、大腿是會痛的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在醫學上現在是多見了 那種情況我們如果是拿肌肉纖維去發炎 就發現原來肌肉纖維是在發炎的 是一個自我免疫病 我們英文叫做Fibromyalgia 有人譯做一個纖維肌痛 這是一種很重要的痛 一般的止痛藥 很多人都會告訴你完全是不行的 是一動就痛的 其實是辛苦的 我們通常這些朋友都要用一個比較強的止痛藥 但如果真的要控制 就要開始用一些壓抑免疫的藥 包括濾股醇 甚至有些其他用在濾風濕病之類的治療免疫的藥 才可以去減低 但其實那個效果沒有那些 真的治療 例如雷風濕關節炎 紅斑狼青症 那些這麼有效的 所以這些朋友 如果你有一個長期痛 都值得給醫生去看看 然後還有一個有效的 是有效的 不可能 所以這兒 在這兒 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